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一批抗窝名将 剿灭两大窝口巨癸 于大游 抗窝斗争十几年 历经沉浮 不计个人得事 威名赫赫 七季光 抗窝十余仔 台州大劫 威名羊 终把窝口一扫光 正是有了他们的奋勇杀敌 才有了大明王朝稳固的东南海房 为了抗击窝寇 稳固海房 一样的面向大海 大家看一下这个城墙 多么的坚固 沿海低势平淡 很难有想要的关口 可以防止窝寇的入侵 所以只能读起这种城堡 保护一方百姓的平安 这座古城 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建成的 当时明朝政府为了抗击窝寇 在万里海江 一共建立了六十多座这种城堡 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就是这座城堡 这个占地面积非常大 里面包含了三个村庄 现在被列为国家文物 国皇教育基地 在这个海边 依托这座古城 建立起了中华石雕艺术博览园 这个是要收费的 我们很多人来这里玩 误以为从物古城是要收费的 其实古城里面是不收费的 而是这个博览园要收门票 这个很多外地出来炸的朋友 都不知道的 现在这种镜头 刚好可以看到整个古城的全景 其实我也只对古城感兴趣 但是不知道这里的规则 我也是买了门票才进来的 古城南边的海边 就是石雕博览园 我带大家去瓢一眼 这边的海边也非常漂亮 我们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